我們看到這題比較A B C的大小 這題你看一下題目也發現到一個現象 底下可能一樣嗎 你不可能把這底下都改成一樣 次數A 所以說這題很麻煩 好不好 你要直接三個比較 一起比較很痛苦 所以說老師建議大家 我們不要三起比較好不好 兩個兩個一起比較 因為這兩個是底下一樣 所以說看次數 這兩個是次數一樣 所以看底下是不是好了 所以說我先量量比較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好不好 我要先比較A B還是比較B C 老師建議大家先比較B C好不好 因為我們比較熟悉 底下一樣是看次數嘛 所以第一步我們先比較B C B C怎麼比較 B C比較簡單 底下一樣我們看次數 但是底下底數是比E小 底數比E小是次數越大房間越小 所以四分之要五分之一誰比較大 基本上四分之一大於五分之一這樣行不行 但是這時候因為底數比E小 次數越大房間越小 所以基本上B會小於C 這樣行不行 所以B小於C這樣行不行 這第一件事情 再看第二件事情 再看第二件事情 比較完B C之後 來這題關鍵在這邊 比較AB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比較AB的時候就比較辛苦 為什麼 次數一樣看底下 底下這時候是越大 越大 越大還是越小越大 這時候因為我們比較少訓練這種東西 標準做法怎麼做法 去畫圖理解 但是很多同學一般來講 我很難在這考試的情況之下 去心平氣和把圖形畫出來 所以說這時候你去觀察次數一樣的時候 這裡真一點在這邊 次數一樣的時候 於是次數一個分數的時候 底下到底是越大越好 還越大越大還是越小越大 好 如果說你不熟悉好了 沒關係 這時候只要比大小而已嘛 所以說我們抓我們會數來比較好不好 好是舉兩個例子來比較 比如說比較多少 0.09的1分之1次 可不可以嗎 0.09開2次嘛 和0.25開2次來數 算算自己 0.09開2次剩幾 0.3 0.5開2次剩幾 0.5來解釀 所以說當次數即使是1分之1 數字越大再次越大 有沒有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B大於A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綜合一下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所以說誰最大 C最大 所以C大於B大於A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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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